在网上常常有朋友问说张大夫为什么我年纪轻轻得了高血压表现为低压身高为主 不光是网上,现实生活中也有很多朋友问 为什么我的低压身高的这么明显,我年纪轻轻的 我要不就是说我血压1395,130,100,130,93为什么就表现为低压高 实际上年轻人的高血压特点多数表现为低压高 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这样的 形成低压高受两个因素影响 一个是大动脉的弹性,一个是外周小动脉的阻力 在年轻人当中,大动脉的弹性往往是正常的 而小动脉的阻力升高是导致外周血管阻力升高 舒张压高,低压高的一个主要原因 那么是什么导致了年轻人外周的小动脉的阻力增高呢 主要原因的还得是像咱们平时生活方式不健康 比如说熬夜,生活不规律,情绪紧张,情绪不良 吸烟饮酒,肥胖,尿酸高,血脂高,血糖高等等 这些因素都可以导致胶感神经激活 导致肾素血管紧张素系,全共同系统激活 这两个系统一激活就可以导致外周血管阻力的升高 长此以往还会造成它的损伤,阻力的持续增高 这样低压就高了 所以说张大夫在治疗年轻人的高血压患者当中 常常咱们除了有的时候必要时使用药物 常常推荐他改善生活方式 就是接烟饭酒,不熬夜,情绪调整,心态调整,控制体重等等 把这些东西做好了 往往年轻人低压高的情况就可以得到改善 希望这期视频能够得到一些启发 感谢观看 再来